目前 中国31个省份均公布了2023年的人口数据 31个省份中 有20个省份常驻人口呈现负增长 合计减少超过370万 其中山河四省合计常驻人口减少约139万人 超过东三省的约60万人 由于中共惯常的数据造假 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 在这个死人 只不过中共它是以强制的这种方式 不允许医生就是去做这种核酸的检测 不允许医生把死亡病因 把它写为说是因为新冠病毒的感染而死亡 所以才导致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准确的统计 在出生人口数据方面 31个省份中 有29个省份发布了出生人口数据 数据显示 2023年 全年出生人口为902万人 低于2022年的956万 连续第七年下降 2015年 中共宣布开放二胎政策 但出生人口持续下滑 2021年又开放三胎 分析指出 出生人口的下降 直接反映出中国社会越来越严峻 越来越残酷的生存现实 因为其实在这个三年疫情之后 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滑坡 甚至是一个断崖式的暴跌 再加上这个当局 中共当局有诸多的在这个经济 在这个政治各个领域 包括在对这个民众的基本的人权 这方面的压制 对言论的压制等等 都导致整个中国大陆的生存环境 在急剧的恶化 那么这个是直接导致 大批的年轻人现在选择躺平的原因 那么躺平以后呢 很多人就是不谈恋爱 不结婚也不生孩子 那就直接会导致这种 就是出生人口的急剧的下降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王雁乔参访报道